那我先回去了 明天早上 不是要开APP的反馈会吗 对啊 现在太晚了 你别走了 你在这儿睡 明天早上 我们俩刚好一块儿去 好吧 那你先洗漱 我去收拾 我去收拾 好 那你先洗漱 我知道 我给我带你们俩 这会不会显得我太主动了 不行 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还这样 会不会显得太见外了呢 怎么了 灰太大了 我拍一下 我来整理吧 你去睡 我 行吧 晓芹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快了快了快了 这两个人真的好好啊 晓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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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好 时间不早了 我去写书 闹几室 他通常都是给我接电话呀 我没关关 没有关呀 今天晚上怎么办 要不 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睡 哲宁 你看 那个 窗外的雨下这么大 还有闪电 我好像有点害怕 如果姐姐要是害怕打雷就好了 哲宁 哲宁 今天晚上 你要不要 到我的房间睡啊 太恶心了 算了 职员吧 咱们坐这儿啊 我那个 在床上看文件 水杯 水杯 啥啦 闯尸 咋啦 这样啊 那你只能睡我房间了 可能啦 那你去哪儿睡呢吧 你去哪儿睡啊 困死了 快快快 这 姐姐 姐姐 笑什么 这是你啊 你像牛郎 我像织女 我们俩中间隔了一条巨大的银河 被两个晚隔开的牛郎和织女 会不会 有点憋屈 要不然 今晚咱俩住沙发吧 沙发 走 怎么了 太急了 没有啊 挺好的 走 是不是阿姨 你待会儿别动 我去看看 那晚上呢 谁啊 你慢点 快 开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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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大晚上 你干吗来这儿睡啊 我表哥一家来这儿玩 在我家借住 他孩子太吵了 吵得我睡不着觉 我想在这儿还清静一点 我就在这儿借住一晚 你们赶紧去休息吧 你要住这儿 对啊 不可以 那我住哪儿啊 我想想爸爸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